这个扭节制 要白起来 以前的天气 说夏天 说我们贵州冬天是天无三日期 现在这个夏天也是天无三日期 好不容易有一天出太阳 马上第二天就下雨 或者晚上下雨 基本上三十天就二十八天是下雨的状态 当然不是二十四小时 可能是晚上下雨 白天出太阳的那种 总之天天下雨 天天下雨 有点找不住了 改期的时候 我花了六十七块钱 买了一块牛戒指 二十多块钱一斤 不到三十块钱一斤 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现在要把它腌制起来 我打算给它弄起来 然后现在这个先要腌制 这个牛戒指开得不错 老牛的 要给它先炒个野 加入野 这么多个了 然后这个香料 花椒 就是炒把那个盐和那个混合在一起 不要炒焦 给它搓搓搓搓搓 搓一下的话更加入味 好 白面 正面反面搓 再把炒好的盐 抹一下 正面反面的抹 让它入味 要腌制个八个小时 腌制十二二十四小时最好 但是八个小时就够了 或者我明天再做 我们的牛肉腌制了一个晚上 现在先给它焦一下水 直接把牛肉下锅 好 这样给它捞出 加入油 加入油 下入葱姜大葱 炒一下炒虾 炒香 加水 下入卤料包 加入米酒 鲜酱油 蚝油 烙油 烙焯 好 再加入一点叶巴 再下入冰糖 还有胡椒粉 好 可以了 先把肉煮开 加到火里 再把牛肉干干下锅 好 现在已经煮开 煮开之后 放高压锅 每四十分钟 三十分钟都够了 四十分钟 倒入高压锅 烫了火 没得高压锅 炖半天都煮不熟 上汽三十分钟 只要有葱菜 也有葱菜 草菜我们都可以 这个猎猴 猴不端 丝还猎 这是脆的 还酥鸡 酥鸡 咋不太酥一样呢 这个也捕起来 这个也好吃 还有这个墨鱼 已经压了30分了 卖香的 可以可以 再拔整些 再下鸡鱼 这下鸡鱼再闷一下 再压个五分钟差不多了 味道是够了 但是这个一点辣椒有没有带也不行 搞一点点 再搞点辣植鱼 好 好 再炖个五分钟都差不多了 让它自然放起 再泡几个小时 再吃 粉煮起来 牛肉都捞起来了 这个牛戒指 还卤蔬菜 卤豆腐 鸡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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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错了其实不应该 高压锅高压锅一压走去 别软了 然后豆腐 酥鸡别自己塞了 只有这个还是好的 这个真是没有经验 第一次卤蔬菜 之前的卤肉 切点香 这个蒜叶或者香菜 一根吃粉 来切点肉 可以可以 这点肉都够了 一份牛肉粉 好 把粉捞出来 可以吃了 再搞点卤肉的汤 牛肉 葱 葱 香菜 不是 蒜 再搞点油辣椒 再继续把汤搞出来都行 汤搞上来了 再搞点胡辣椒 这好几种辣椒混在一起 才过夜才好吃 好 要拌起来 其实要有酸菜再搞点酸菜更香 但是呢我们也酸菜 哦 一根油在台子里面太久了 我去看一下 还好的还好的 赶紧切起来 我以为没好了 好的时间买酒了 还是好的 在家里甩菜进去 吃起来巴适的很 我感觉心 好久没去店里面吃粉了 都是自己做 走 粉有的多 但是卖色我吃的多 在家里酱油 脱脱的 脱脱的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吃 吃饭 吃饭 早想喝 这是欧皮别吹 不吹啦 豆腐也空了 我说嘛自己做的粉还是不错的 其实最好吃的不过这个渣渣 每天做酸菜味道收一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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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